当播足球快讯我是李思盈 2020年11月27日 恒大盼食神户牛肉 星期六傍晚 亚冠继续有精彩对决 分组赛之组中神户胜利船将对阵广州恒大 虽然前者是两对手回合交锋笑到最后 但广州恒大整体阵容实力仍然更为强大 加上亚冠经验上后者亦领先一筹 广州恒大今扑服仇在望 神户胜利船上将在亚冠 分组赛第二战中3比1击败广州恒大 这个是球队近期唯一拿得出手的战绩 目前他们在支组中两战全胜拿到6分 出线前景较为光明 但回头看下国内联赛 神户胜利船在日积联中已经惨租5连败 排名中下游的他们沦为与羽南部队围5 神户胜利船上将亚冠之所以 能够击败广州恒大 最大功劳当属前巴塞球星恩尼斯达 他在这场比赛中贡献一拳一射 表现足够出色 不过作为亚冠新军 神户胜利船在经验上显然不 及广州恒大 而且这场失利广州恒大 并没有对中场大脑因尼斯达进行强力压迫 导致后者能够松容组织进攻 相信一旦广州恒大作出针对性调整后 神户胜利船并没有太多办法能够复制胜利 尤其是神户胜利船最近四仗比赛 有三场一球都入不到 球队整体攻击力还是显然不足 神户胜利船今次是需要谨慎对待 上将打不过敌神户胜利船后 广州恒大分组赛一和一副未没赢过 但是这个不会改变球队瓦冠冠冠的目标 尤其是广州恒大之前作为中超最大热门 但是在决赛中两回合不敌江苏苏宁违陷失贯 球队上下迫切在瓦冠赛场重新证明自己 虽然缺小组赛保莲奴确实对阵容产生一定的影响 但广州恒大不仅是前锋人才仔仔的球队 韦世豪和费南颠奴都具有冲击力 另外艾杰晨 泰利斯卡等人个人能力十分出众 对被直接影响比赛的属性 值得一提的是 在败于神户胜利船一翼中 广州恒大的地面传度过多 太过势腻但缺乏欲博的精神 经历调整后 广州恒大只要能够压制住 恩尼斯达这个进攻法起点 并且主动寻求身体对抗 剥出拼搏精神 相信今次要复仇并非天荒野谈 多谢收听安播足球快讯 下次再会